最近在国外种族歧视发生的是越来越多了 三天在美国生活了快五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经历的歧视 说句实话 我的经历相比周围的朋友来说算少的 可能是我平时健身比较多 个子也不矮 但是也一定是经历过 尤其是美国疫情爆发初期 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可以说是到达了巅峰 因为他们认为 好像是我们把病毒带到美国的 你们知道当时我这边在网上卖的特别火的几款半戏是啥吗 I'm not Chinese I'm Japanese 或者是I'm Korean等等吧 当时看到这些半戏在网上销量特别多 我心真的是凉了半截 这就说明不光是黑人白人 就连其他亚洲人都开始和我们撇清关系了 当时我还是没有经营自媒体 还开车下班回家 等我到家门口 正在从后备箱搬东西的时候 听到后面传来一句F word 然后紧接着说什么Chinese 当时我真的是懵了 从后备箱钻出来 看到一个同样是亚洲的女性 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往种族歧视那方向去想 但是仔细一看 明显不是中国人应该是越南裔 于是我就环顾了一下四周 看看他是不是在和我说话 结果发现周围确实是没有其他人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这是一个来自同一种族的骑士了 当时他已经跑远了 于是我就追上去问他什么意思 但是不知道他是真的英文不好 还是怎么回事 支支吾吾也说出来 所以然来 就一直说I don't know 然后就一直想逃跑 我一看他是一个单身女性 就让他走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与其说这两年国外骑士严重 还不如说是敌士 因为骑士这个词 给我的感觉就是两方并不平等 是一方由于偏见 开人低嘛 就比如说之前的黑人 和美国臭名昭入的排华法 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等等 这种就是赤裸裸的骑士 而最近两年为什么说敌士 是因为他们虽然依旧对中国人有偏见 但是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再加上国外媒体的大肆轩然 他们就觉得中国人在抢他们的工作 抢他们土地等等 就比如说三天之前讲的 美国部分地区开始不让中国人买房 包括试图封禁TikTok等等 那这些行为是想要打压 中国人在美国的权利 想要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你们想想 如果他们依旧认为中国人是低他们一等 那为什么还要压呢 可能未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这样的敌士案例会在海外发生的越来越多 三天希望是大家到时候能够不再沉默 记住我们是对等的 只要中国人能够自信起来 并且团结一致 就真的没有我们过不去的坎儿 帮我说是怎么能够不去的